本期精彩看点 肺小节节离肺癌到底有多远 那么拖拖拖拖了两年多 那最后呢 虽然做了肺癌的手术 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转移 这个患者才六毫米大小 这个也需要我们去重视吗 肺癌应该如何早期发现 有的病人呢 还会咳出这种血丝痰 真实病例现场求助 健康朋友圈守护您的健康 做了手术两年之后 发生了脑转移 最终趋势了 但其实呢 我觉得现在呢 这个年龄呢 还真不是特别重要的因素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养生秘方合处藏 朋友圈里来帮忙 大家好 我是方亮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今天一开始啊 我们先从一份病例开始 来有请陪诊团介绍病例 有一位肺癌患者王女士 最开始呢 确诊为肺小节节 大小在六毫米左右 但是呢 她没有重视 两年以后才进行手术 做了手术两年之后 发生了脑转移 最终去世了 那这份病例 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惑 就是在两年的时间内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她一步步走向死亡呢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 请嘉宾跟我们聊一聊 让我们有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呼吸内科主任医师 孔灵飞老师 欢迎孔老师 主持人好 陪诊团的两位小伙伴 你们好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 大家好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 孔灵飞医生 孔老师 刚才您也听到了 这位女士都已经做完手术了 但是后来这两年 你看还是非常遗憾 离开了我们 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刚才提到了 这个病人是得了一个肺癌 那么初期的时候 可能只是在发现了一个肺部的结解 它并没有引起重视 那么拖拖拖拖了两年多 那最后呢 虽然做了肺癌的手术 但是呢 已经出现了转移 那最后呢 还非常不幸地去世了 所以这个肺结解呢 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 它可能呢 就是肺癌的一个 早期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 孔老师 那您说这个肺结解 这个患者才6毫米大小 这个也需要我们去重视吗 我觉得肯定跟这个肺结解 大小有一定的关系 对 我们现在呢 这个体检呢 是非常的普及了 我们都是一年一体检 大家这种意识都是很高的 那么经常呢 也有病人呢 拿着这个体检的这个片子来找我看 说体检我这个肺子呢 发现一个结解 我很紧张 我甚至呢 觉得吃不好 睡不好 很担心 会不会是一个肺癌呢 那我们说呢 这个肺结解呢 现在就说 确实很常见 那么为什么说这么常见呢 其实还和我们这个检查的手段有关系 我们过去呢 可能还是拍的这个胸部的X光片 那么这X光片呢 它这个是诊断肺结解 是根本看不到的 但是我们现在呢 用这个肺CT的一个检查 而且这个CT的检查呢 就是越来越精密 那么有64排的 有薄层的 高分辨的 所以这样的一些CT呢 就能够把肺子的一些 非常微小的一些结解 都能够发现出来 所以大家觉得 哎呦 怎么这么多肺结解呢 其实和这个检查的手段 气解也是相关的 那么这个肺结解 这个出现了之后呢 到底有多少可能是恶性的呢 这也是我们这个很多病人 非常关心的问题 其实大多数的肺部结解呢 可能还是一些良性的呀 或者是一些过去得病 留下的一些斑痕呢 只有一少部分呢 有可能呢 是将来可能发展为这个肺癌的 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原胃癌 或者是呢 叫它这个早期微企润癌 就是说它比较早 还就在一个原位的阶段 并没有发生呢 周围的这个企润和放散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 非常早期的 那我们现在通过手术 微创手术 把它切掉 就治愈了 未来呢也不会出现转移 但是你一定要跟踪它 如果你没有做手术 你一定要跟踪它 它会不会有发展 那么这个跟踪的这个肿瘤的长大 这个结解长大 那么也是很长 非常重要的 是不是长得越快就越危险 对呀 真的是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结解呢 进展非常快 原来可能六个毫米 那么可能半年就长大了 长到八个毫米了 这时候你可得高度重视 非常要警惕了 那说到了肺结解 其实很多人并不陌生 但是肺结解产生的原因 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呢 怎么产生了肺结解 这个肺结解的产生呢 其实呢就是说 有一些就我刚才提到的 良性的结解 它有时候可能和既往那些 疾病有关系 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过去 得过结核 很多人呢就是不知道 说我怎么得过结核吗 没有啊 但你们年轻的时候呢 你抵抗力非常好 可能得过了 但是自己本身呢 有这个抵抗力 然后自己呢慢慢就好了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体检的时候 肺者会有一些 什么钙化灶啊 那么这时候 可能你过去呢 得过肺结核 但是已经好了 它就会留下一些斑痕 这个斑痕呢 有的时候会形成钙化 小结解 那还有呢 我们可能得过一些炎症 比如说我们有感冒了 发烧了 咳嗽了 可能我们也没去医院就诊 也没去拍CT片子 慢慢自己呢就好了 或者我们口服点抗生素 就好了 其实呢 有可能已经得了这个肺炎了 但是这个肺炎呢 它慢慢就自愈了 那么这时候呢 它就会在肺子里头呢 留下这样一个小斑痕 这样的可能性呢 也是有的 那么你说像一些 真正未来呢 要发生癌性的这种结解 这种原胃癌 你说什么机制啊 也不是很清楚 那就说你过去 我们有吸烟的历史啊 你比如说 你有很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 长期的吸烟 那你的肺癌的发生率 就是很高的 那早期可能会表现一些结解 还有呢 你的家族史 你的这个父母啊 你的亲朋好 你的这个亲属之间呢 他们是不是有一些肺癌 因为肺癌去世了 或者怎么样 这样有家族遗传的 你也要警惕 你的这个肺部的结解 我前一阵子吧 看我以前的 十多年前的一个同事 然后他又不敢来上班了 然后别人问他 你怎么了 他说这查住结解了 他说结解怎么怎么样啊 他说结解就是癌症啊 他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想照这个结解到癌症 他是怎么一步一步 走到这步上 怎么怎么走向这个 人不行的 其实这个肺结解呢 并不等于肺癌 那么他只有一少部分病人呢 可能未来呢 会发展成肺癌 那么这个结解呢 我们也要把它区分一下 第一个呢 要看它的大小 这结解多大 给它区分 一般来说呢 我们给它分成几个 这个结解呢 我们一般说 在这个三个厘米以下的 我们叫它这种肺结解 那么这结解呢 再给它区分一下呢 如果它是这个 六个毫米以下的 我们说它是这种 非常小的结解 可以说是比较微小的 这种结解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六到八之间的 那么这个呢 相对又大了一点 那么超过八个毫米以上的 这个结解 你要高度重视了 就要高度重视 所以它结解第一个呢 这个大小呢 还有不同 那么不同的大小呢 也是说你的随访也不同 你比如说 你这个小于六个毫米的结解 你可能每年拍一次西题 复查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是六到八个毫米呢 你半年就得复查一次 那如果你这个八个以上了 那你可能三个月都要复查 甚至严重的病人要注意了 是不是要手术了 所以这个不同的结解的大小 那么也意味着呢 你复诊的时间 那么还有呢 这个结解的形态也很重要 那么结解形态一般我们说 分成三种类型 经常有病人来说 哎呀医生我有一个磨玻璃结解 我好害怕 其实我们形容它这个磨玻璃结解 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结解呢 我们看起来就像我们家里头 那个不有那种再生玻璃 对吧 我们说有那个亮玻璃 通透性特别好的 可能我们卫生间会用那种 那个磨玻璃 就这个玻璃就是看不着人 磨撒面 使得就是对面人在里头看不清楚 还是透光还看不清楚 对 就这个意思 所以为什么把它叫做磨玻璃结解呢 就是形容它呢 这个结解的形态呢 有点像那种磨撒玻璃 看得不清很清晰 完了还有 这个意思 所以这种呢 磨玻璃结解是有点风险的 它那个肺癌的可能性 要几率高一些 那么还有一种结解呢 是实性结解 这个结解我们看起来呢 从影像上看呢 肺子呢 是这种黑色的 然后呢 这个结解呢 就发白 我们给它叫实性结解 刚才呢 孔老师也介绍了 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结解 都那么可怕 但是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这样吧 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 来记住这句话 肺小结结 莫惊慌 十有八九 性质良 千万不要忘检查 定期复查 罪得当 那如果大家还有哪些 这方面的问题 自己弄不明白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也可以给我们拨打热心电话 0242318 向我们咨询 我们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通过孔老师的讲解 这下我们终于明白了 到底如何正确面对肺结结 不同的大小形态 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好消息 好消息 冬病下至 高震堂中医感恩回馈 即日起 针对沈阳市区人群 每天赠送价值228元 三七粉五十份 高震堂三七粉 精选到底药材 为350目以上的超细粉 溶解性高 吸收率 吃普通三七超细粉的三倍以上 品质高 疗效好 只要您患有冠心病 心脚痛 心肌梗死 高血压 脑供血不足 动脉周样硬化 脑出息 脑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病 或者出现心急 胸闷 胸痛 气肚 喘息 头痛 头晕 肢体麻木等临床表现 即可参与报名 免费领取 报名电话 4001044789 4001044789 4001044789 直线沈阳市区的 前50名打击电话者 8月20日 沈阳盛京龙城工厂 精品红墓店 盛大开业 全部成本价 全部零利润 全店家具 给钱就买 红墓拐账 仅售19块9 花梨方凳 仅售99 真材实料 脚衣方式 支持全程比价 买贵1万 赔1万 只要你看上的家具 就一定有拿下来的价格 花梨大床1万2 酸汁餐桌1万2 花梨全屋26件精品家具 仅需3万9千8 开业期间 买沙发再送电视轨 买餐桌再送餐边柜 良心开工厂 精心做家具 大厂大品牌 品质有保障 开业大桌并 天天成本价 工厂电地址 沈阳中介 盛京龙城东区4号门 小船慢足肺 盐都有把握 2283-7999 盐都小船病医院 提醒您 节目马上开始 好 欢迎回来 像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介绍的这个病例 王女士最终 是走到了肺癌 这样一个令人惋惜的结果 确实这样 这肺癌呢 也是所有恶性肿瘤当中 最常见的一种 那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陪诊团 为我们带来下一个病例 谢先生 有几十年的咽龄 之前的身体 一直都非常不错 从去年8月份开始 感觉腰痛 走路都不利索 说话声音呢 也有点嘶哑 刚开始以为呢 是腰椎肩盘突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症状越来越严重 发展到双腿失去知觉 甚至出现了小便失禁 去医院检查之后 医生发现 谢先生双肺有多个肿瘤 肺癌已经转移到了 肋骨和脊柱 压迫到了脊柱里的脊柱神经 这个挺可怕呀 其实呢 肺癌在来临之前呢 经常是悄无声息的 很难让我们发现 那说到这里 我们想请教一下孔老师 就是到底肺癌来临之前 有哪些症状 能够让我们先简单地 判断一下 引起我们的注意呢 好的 那么就是说很多 这个患者都会关心 那么我们肺癌 如何早期发现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 就是每年定期的 这个身体检查 体格检查 那么从症状上呢 还有哪些呢 比如说这个 你本身有吸烟的历史 长期吸烟的历史 你就要高度警惕了 首先就是一个危险人群 对 你就是个高危人群了 然后你这个咳嗽 那么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症状 有时候这种咳嗽 肝咳 肝咳 刺激性的咳嗽 有的病人呢 还会咳嗽这种血丝痰 痰里头带点血丝 特别要注意 他里带血丝 像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呢 他已经到了这个腰疼 那么已经最后这是骨转移了 骨转移了 骨转移之后呢 又压迫了神经 那这是一个很晚期的肺癌了 那说明他自己呢 太不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本身吸烟就是一个不良的四号 然后他也没有定期地去进行 这样身体的检查 有症状呢 哎呦 我是不是腰脱的呀 也没及时去医院去就诊 所以非常的这个耽误他这个病情 所以我们这些常见的一些 呼吸道的症状呢 主要还是这个咳嗽 然后呢 有可能会咳血丝痰 那么真正到了说腰疼了 转移了 那都是很晚期的一些表现了 一旦你要有咳嗽啊 这个咳血丝痰啊 有吸烟史啊 就应该及时呢 去医院就诊 排这个CT片子 那我们大家呢 还是要每年去做这个健康检查 那还有一些肺癌呢 可能和吸烟呢 不相关 那我们也是要靠这个体检来发现的 很多观众朋友 都提出了大量的问题想咨询您 那这样吧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陪准团啊 替我们的观众朋友 向孔老师咨询一下 有关于咱们肺部的一些健康问题 老师有这么一个圈友啊 他说自己呢 出现了这个肺结结 他想问问这个出现肺结结的时候 都需要做一下穿刺活检吗 好的 我们说这个肺结结呢 您也得看它的大小 有的像比较小的这种结结呢 可能这个穿刺活检呢 就是很难定位 很难取到 那么稍微大一点的结结 可能是需要这个做穿刺的 我们首先要做这个非CT的增强 然后呢 这个通过介入科进行这个CT 这个定位下的一个穿刺 穿刺的目的是这个取病理 拿到这个病理之后呢 我们来判断呢 它是不是这个肺癌 如果是 那么还要进行分型 肺癌呢 也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像这个磷癌啊 腺癌啊 小细胞肺癌啊 还有不同的分型 那不同的分型呢 它在治疗上呢 用药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第二位圈友的留言 说自己父亲呢 今年已经75岁了 患有肺癌 请问这个年龄 还适合做手术吗 作为患者是非常纠结的 这也是一个高龄 75岁 但其实呢 我觉得现在呢 这个年龄呢 还真不是特别重要的因素 现在呢 很多人身体都非常好 我们医院有一位老教授呢 90岁了 前几天还做了一个肺癌 在切除手术 就是说这个年龄 不是绝对的 这个手术的禁忌症 那么首先呢 要看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 你这个肺癌 这个肿瘤的位置 这肿瘤的位置 是不是适合手术 它比如说没有转移 是周边孤立型的 发现呢 还比较早 那我们现在说可以微创手术呢 这个微创手术呢 对人体的损伤相相对比较小 它也是全麻 但是不需要开胸 只需要打洞就可以了 另外还得看你原来的身体的基础的状态 你原来呢 身体非常好 基础条件很好 那你这个75绝不是个禁忌 但是你原来你有糖尿病啊 又是高血压呀 或者原来抽烟气管不好啊 肺功能不好啊 那这时候你手术可能就有难度了 这时候可能就不行 所以一个呢 要评估一下呢 这个肿瘤本身 有没有手术者手术的指证 是不是手术的适应证 还要评估一下呢 你既往的一个身体的状态 你有没有基础疾病 你身体状态如何 还要做肺功能的一些检查 看你适合不适合手术 所以呢 就是单说一个75岁的年龄 患有肺癌 能不能做手术 太简单了 还得结合很多方面综合去评估 老师有很多人他就觉得 说我自己虽然有了肺结解 但是他可能会不会 自己慢慢就长霉了 就自愈了 想想就觉得挺开心的 这也是几个方面的情况吧 这个如果这个结解呢 当时他要是有一个局部的 一个小的炎症 那么这个呢 炎症呢 我也可能我们吃点这个抗生素 或者是没用药呢 他自己也可能吸收 也可能消失 那所以那一种情况呢 是一个炎症性的结解 炎症性的结解呢 就是可以这个吸收的 是可以消失的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我刚才提到的那些 确实有结解的话 那这个呢 可能一般不会消失 你要需要长时间的去观察 看看他呢 有没有长大 有没有进展 有没有变化 那跟中呢 如果要是说有变化了 要及早呢 去医院就医 要考虑呢 找去进行手术治疗 通过今天的节目 希望大家能把以下建议 牢记在心 肺小节节 莫惊慌 十有八九 性质量 专科医生来判断 观察检查与微创 千万不要过检查 定期CT最得当 不要滥用抗生素 研拔手术 免创伤 让老曼芝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走肺 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 联合印度哮喘病医院 共同打造 让爱夫妻 公平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283-7999 好消息 东炳夏至 高知堂中医感恩回馈 即日起 针对沈阳市区人群 每天赠送价值228元 三七分五十份 只要您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即可参与报名 免费领取 报名电话 400-1044-789 400-1044-789 400-1044-789 直线沈阳市区的 前50名打击电话者 好消息 东炳夏至 高知堂中医感恩回馈 即日起 针对沈阳市区人群 每天赠送价值228元 三七分五十份 高知堂三七分 精选到底药材 为350目以上的超细粉 溶解性高 吸收率 是普通三七超细粉的 三倍以上 品质高 疗效好 只要您患有冠心病 心脚痛 心肌梗死 高血压 脑供血不足 动脉周样硬化 脑出息 脑梗死等 心脑血管疾病 或者出现心肌 胸闷 胸痛 气肚 喘息 头痛 头晕 肢体麻木等临床表现 即可参与报名 免费领取 报名电话 400-1044-789 400-1044-789 400-1044-789 支线沈阳市区的前50名打击电话者 说到这里 今天节目开头提到的这位王女士的病例 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个悲剧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关于疾病没有及早认识 生活当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因素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案子虽然倒是破了 但是心情仍然比较沉重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每年我国新发肺癌数是多少呢 78.7万 每年因为肺癌死亡的人数超过了63万 什么概念呢 平均每分钟就是此时此刻都有可能有一个人因为肺癌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这样的数字真的让我们特别的心惊 健康朋友圈 而作为您健康路上的守护者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再一次提醒大家 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 对自己的健康